作词 & li二 好 感恩 我们欢迎基隆基 einmal的主持 烟醇 烟醇请坐过来这边 我们集中 因我们在直播 对不对 请坐过来这边 好 秀姓姐 欢迎秀姓姐 秀姓姐来往前面这边 秀姓姐往前面坐 第二首是感激 那我们非常非常感激 我们能够有今生有这个机缘 碰到超级生命命的系统 那在这边呢 我们做一个灵命的提升 那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今天真的非常棒 初一然后来到这边 我们大家一起成长 感激 多受过程里 眼角泪滴 总陪我度过 对天地感激 自恩自禁 我会珍惜 我的心 属于这天地 从这一颗情和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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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融化 不会融化 我真心的心 天上人间 我愿意 我愿意 神秘奇迹 就在这里 千年万语 花作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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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来世 相遇着你 从此更能 记忆 祈祷 来到这一生命出现奇迹 我哥我亲这一生有了意义 满心坏着的心意 我生过诚意眼角泪滴 总陪我渡过对天的感情 此恩此情我会诚信 我的心属于这天地 从这一颗心和甜意 富贵荣华 我真心干净 天上人间 我愿意 生命奇迹 就在这里 千年万语 华作的心 今生来世 相约这里 从此更要寂寂 我的心属于这天地 从这一颗心和甜意 从这一颗心和甜意 富贵荣华 我真心干净 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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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我愿意 神秘奇迹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神秘奇迹 只有你 华作感情 今生来世 今生来世 相约这里 从此更要寂寂 从此更要寂寂 神秘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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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然后我们所有的家人 亲爱的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 好 我觉得好久好久没看到你们了 就上个礼拜 一个礼拜 哇 这样就隔了两年 所以时间过得真是快 那非常开心 我们又到了礼拜的下午 我们一起在这边成长共振的时间 那非常欢迎 我们今天有好多贵宾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同必生辉 我们欢迎基隆的基隆经营会的主持 彦淳 彦淳姐 欢迎 欢迎我们综合经营会的主持 秀信姐 哇 真的是 太经验了 那今天真的非常欢迎 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今天是初一耶 你们今天早上有去庙里拜拜吗 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早上我们去发书啊 然后要拿香的排两排 好长喔 从这里排到那个门口 我就跟慧如说 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书啊 比那个拿香拜拜还有效 他们会过来拼命的抢 那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比拜拜的拿香还有效 你们知道吗 所以哇我们超级顺便疫苗系统太棒了 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挤 知道吗 不需要去闻那个烟味 那我们不是否定所有的宗教 不是这样子 导师呢 包容所有的宗教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边立身行道 然后在这边呢 导师的心愿 太阳的心愿 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成大气 各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喔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大气 好 那我想好时间不多 我想我要来先请我们的 修信姐来我们分享 我们掌声要热烈一点喔 哇 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欢迎修信姐 我们要先请修信姐来分享看 修信姐在中和精英会 我记得喔 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的精英会人数啊 就是导师设定我们要每一个精英会 都20个人以上啊 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台湾都是五六十个啦 有没有 一定是20个是基础喔 那那时候修信姐给我一点 非常感动的就是 她说我要怎么办 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同一阶进来的 然后呢 修信姐就在他们的社区喔 每一间都去按门铃跟她解说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然后呢 她的精英会现在都是 四十个五十个以上 我们给修信姐掌声 非常感恩修信姐 请修信姐来掌声 好 亲爱的美猪姐 在这里 入轮回我轮回 不喜欢当美猪妹妹 还还笑都可以做 还是要叫美猪妹妹 我又喜欢单小的 还有亲爱的超美家人 大家好 好 今天大家都来抢头香 昨天半夜两点 看到美猪POD要抢头香 所以就吸引我过临时节听来 因为一路不熟 从前美猪带我来 美猪带我来 对 很感恩 就是要把握姻缘 那要讲哪一段 他都提后给哪一段 这个要走向 你最想讲的那一段 我最想讲 对 其实开始也是105年的 大概7月 到我一年这 然后他说有一位朋友不认识的 他讲一个名字 然后说要书送给我 那我连书也不问 我们就说不要 没空 就走了 然后办了以后 就因为朋友的一些事情 他一直很难过 就会整天整天的一些东西给我听 我听听我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我就随口跟他讲 他说有去给他算命嘛 算得很准 然后一大些状况 要多少时间给我 我的故事太惨了 大概就是那样讲 然后就是 他讲了一堆 我后来就回他一句话说 算得那么准 可是他没有给你破解之道 可能也因为我自己讲这个 破解之道以后 也没有刻意为他找什么 也没有去要为找答案 后来就是十二月五号又到我结家 然后他就说 他去上了什么课 然后跟他女儿关系变好了 又讲其他的故事就变好了 那一面讲一面 就把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就递到我手上 然后接着这本书以后很神奇 就从地页一直看 看到后来就忍不住 我跟他讲说家里还有事 回家本来我们都会在寄餐晚餐 那心里是一直想要把这本书看完 所以就回家看 看到那天晚上两点 然后第二天把事情办完以后 又看到一点看完以后 然后姐姐又跟我讲说有什么课程啊 导师的晚路工修啊 还有什么两天一夜啊 我都说好好好 那去一听导师的课程 有一次就开始还是不懂 因为身心灵的课 我从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听说过什么 不能量症的名词 那在导师讲的课程里面 他就讲说 结果讲了那么多个钟头 是偶尔会打瞌睡 然后大概都听不懂 只是听懂一句话就是说 老师需要种子 那我就傻傻的跟人家排队 买了五本超级生命迷茫 去给老师签书 那当老师在签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很天真讲说 那那你这五本书的人 就是你的种子 然后老师一边签就抬起头来 很迟想看我一眼 跟我讲说你就是种子 那也因为这一句话让我 这一路走来 其实很多挫折的时候 就会想到老师的这一句话 然后他的那个领声也是 一直鼓励我前进 突破重重难关的那种勇气 那后来就一路遇到一些 自己发现 对 就在签的过程中 就有一个声音 跟我讲说 不忘本不忘本 就我要强出来 我根本不懂什么 不忘本什么也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只知道 有差别生命迷茫 所以我就跟老师讲说 老师祝福我 可以有能力发达不忘本 这个超级生命迷茫 那也不是为了不能压什么 因为还不太会做心法 只有老师上课的时候 在你做心法的那个状况下在做 那 就这样子慢慢的 自己也被老师的那种 爱心跟厌力感动 也因为是保育分享的那个艺文的故事 感动了我 所以就自己发现说要办读书会 因为对超级不是很认识 所以我的厌力里面是想 请资深的那个主持人 轮游到我家去主持 这个前省独一无二的 我是十几位主持人带大的 照老师这样学起来 还慢慢搞清楚说 什么 那个邏輯观念 那怎样怎样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想说 学那个美娃 他美娃 他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调查说 从开始到现在 有积极解释的人请几手 唯独只有他几手 那我的师弟现在很佩服他说 好 我要不办这个为师 因为他是一对一在咖啡厅 去带动读书会的 那我想了很单纯 就说好 那我找一对一来办读书会 那也很感恩 后来就是殷勤接班 老师有跟我讲说 以后读书会的所有事情 都要去请问殷勤这样子 那殷勤就留一个理念 后来我还能接受 他就说 你单独的对一个人 少数的几个人 不如说 一下子就可以是四十个五十个 这样子的那种 人压场会更强 后来我听一听说有道理 可是照殷勤的方法去世的时候 我紧张到说 洗头发 那阵子洗头发 起下来 那个头发一抓就是一把 压力到那时候 就像那个华梁那样子 自己承受不住 我要去哪里找这么多人 不过你厌勇都大 真的老天爷就说 会给你力量跟那种支援 他会派相当部门来支援你 真的 刚刚你说那个癌家癌夫器 去那个拜访我没有做这个动作 是金币 金币很棒 我是癌家癌夫器投我们的信箱 我们设计了那个八百头父的信箱 对 那可是 因缘不记住 因为我们那个 就是 就是 那个叫做什么 声音太大 会吵到别人 那个翻 隔音 对 隔音的部分不是很好 所以影响到楼下的住户 那 后来就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 也是 老天爷的那种因缘机会 但我们换的现在这个场地 也是蛮不错的 我想 不用分担跟大家 没关系 对不对 从台北来 那我想要问一下秀兴姐 您接触操马之后 你觉得你最大的 人生最大的收获跟感动 跟喜悦 对 这部分其实是 那时候是为我朋友而想要办 因为感受到说 我们的系统里面 有很多满点 是我们一直想要 心里有很多的问候的地方 后来也是 我旧系统 对 那也是有请问老师一些问题 后来老师 对 我在开始办那个 读书会的时候 我旧系统的一位朋友到老家 他很光怀 他因为我正要准备 那个读书会的那些东西 所以家里的布置就是长肘子 然后也气定了很张 很多张这个天眼用的那条遗症 那他一来的时候 就看我桌上那么多的书 那就随便一方 一方开来的时候 然后他很巧 他就换到那个黑木耳的这一页 然后他就一口咬定说 这个是歪门邪道 他前面也没看整个内容都没有看 也没有多了解 他就认为说 这是邪魔外道 这样子 那虽然我对邪魔没有很认识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起了一份盼慰邪魔的那种心 我就跟他验定 那时候已经有跟老师一堆一支行餐 老师给我的一句惊言意义 就是让我非常受用的一句话 那种结果论 虽然我还不是很懂得 到底修到结果会变成怎样 可是这句话就深深地放在我的心里 那时候我就跟他 就起了一个力士 我说好 跟我的朋友约好 你走我的旧系统期修 那我用抄马来修 我们来结果论 看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我就跟他做了这样的约定 那因为这句话 就是后来 虽然惊喜年年很多 我的故事太多了 大概有一次就是 突然之间也莫名其妙 整个身体不舒服到不行 那我自己知道说不行 还是要赶快去挂急诊 知道不对劲 那就自己拿了 插马的书 还有蛋蛋机而已 就去挂急诊 挂急诊整个一个礼拜里面 就分成做心怀 分成成一层睡觉 那我就是睡书 然后蛋蛋机感示继继不断 然后就是老师的胜好 就在心里一直默念 虽然分成中 我还是默念这些老师的胜好 然后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那时候完全没有体力 我都把离属交代 儿子交代清楚了 那儿子就一口一口喂我吃 他看我吃不下 那后来一个天 我突然就想要看这位朋友的第四 结果我想说我不能这样死 就系统的梗子看我怎么死 那我的系统的 基因会的学院他们还睁着眼睛看我怎么死 我不能这样死 所以就活过来了 对 他现在感恩过了一个生死关 对 那感恩导师的那种爱的力量的呼唤 把我叫回来 天积的爱 太阳光荣的爱把我找回来 那我就想说 这条路 底下也许我还有未完成的任务要去完成 我一定要有感的活下去 那就是这样子 那觉得说 大家有心得满满 有没有听过很多人真实不惜的那些导师手讲的 的确就是导师手说的 真的是天地认真的大法 我们是会常有福报才能走这条路 那你们更有福报 你们看可以跟着美朱讲 这样子 来 那个还有我们的慧如 他也很发来故事也很精彩 那燕水也是 在座每一位都是未来的精英 然后也是未来非常非常想亮的种子 那我们一起加油 这条路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来努力去追行的一条路 感恩天地感恩导师感恩所有的一切感恩大家 哇太棒了 我想要请秀欣姐分享 大家知道Amy吗 Amy 对美国的Amy 美国的Amy 应邀就是我们秀欣姐邀她 然后到精英会这边来分享 哇 我想请秀欣姐来分享 那一段是因为我的家是天地找的家 这个不要耽误大家太多事情 也是很精彩的一段 那时候清理的想法就是说 天地为我找的家 我有私底下 因为不是正式发言 说如果有临时找不到的话 可以到我家去挂单 那刚好就大阪课那时候 上完课我们就一票人就去台北厕商 用那个简单的用餐 然后遇到Amy 那因为有听她访问导师的那些音档 还见到本人又是那么清秀 非常漂亮 对 对 就 对真的很棒 那刚刚聊了几句以后 我就顺口说 下次你美国回来的时候 可以到我家去 那样子 要约她 然后她也请她 嗯 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主持 那个读书会 所以也欢迎她来指导一下 她有口头答应 然后经过一年以后 就那天自己自动 送你们的答应给我说 她这次回来 可以跟导师回来 会到我们的经议会 就是这样的音 很守信 你看这个很守信 那就是这样 这就是超马人对不对 对 哇太棒了 真的很感参修信姐的视线 在超马 导师说 不管你从零岁到一百岁 而且我们只要有心 都能够在超马 成就一片天 那真的 我看到秀信姐 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各位你看秀信姐 讲话就是这样子 温文 游礼 然后呢 就是这么的有爱心的 一位我们的党者 那我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幸运 而且我们因为超马结缘 我们是千年之缘 我们在这边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跟秀信姐以前完全都不认识 但是经过今天的约会之后 大家就认识她 对不对 以后大家在会场看到 就知道我们秀信姐 然后我们好好的跟秀信姐来学习 跟导师学习 感恩秀信姐 感恩 哇我们真的是千年有约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这次有13位同学 那我们呢 不但是千年 而且是千万年的有约 我们正式的跟导师呢 拜师 那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这一生呢 有这样子的机缘 碰到这么这么慈悲的导师 导师呢 总是在她的供修课呢 或是每一个课程 都不厌其烦的 不断的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修正的地方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所有的家人 都一步一步的成长 我上次那个惠主跟我说 上回是胡姐有来对不对 她看到我们好远的家人 成长了 真的 我在美国啊 我真的是很放心的 然后因为我知道 大家都成长了 然后大家都是这样子 那么勇勇精进 不管我在不在对不对 因为成长是为自己的 对吧 对 我们成长都是为自己的 不是我发了一个月 因为是为老师 或者是为天地 或者是为谁 都不是 是为了自己 那刚刚秀卿姐有说 她说我们要找善种子 各位你知道善种子在哪吗 你的手借我一下 右手 鼻一下自己的鼻子 你就是啦 你就是善种子啦 这样知道吗 我们能够坐在这边 我们不但是跟导师千年有约 我们就是呢 天地的宠儿 我们都每一个人呢 都是要在这边学习 发光发热 然后我们去 让身边的人 让他们更幸福 接下来 我要请小安哥来分享 小安哥呢 这是第二次到美国去 那刚好两次 我都坐在他旁边 我觉得真的是千万年有约 那我看到小安哥的成长 你们有没有看到小安哥的成长 有 那我们要给他热烈的掌声 请小安哥来分享 谢谢大家 老师好 所有桃物园的家人大家好 好 还有透过视讯直播班长的家人笑话 好 很感谢美助寄给我这个机会 没有准备 还不能说 老师说不可以讲没有准备 对不起 谢谢 那这对这一次美国大师维加师 那导师教我们很多 我们是很幸运的一群人 因为53位里面 那应该是导师在台湾第一次正式受毒 那我们很荣幸的在导师的同意下正式败事 那这一份的责任跟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更多 那我想 除了我们要把自己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修好 这我们要视线给所有人看以外公司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台湾各地发光发热 帮导师帮KB收益 应该老师在新春盒子里面有一段 我们要百尺干头更进一步 所以说它是我们太阳子的用意 也就是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引誉 我们在2019更努力的接引更多的超马种子 那我们每一位经营会的组织人 择护旁贷就是要带给大家 我们更要自己以身做的去接引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棒 我只是很信心的有机会去美国一趟 两趟这样而已 我相信各位在各地 在家里 在你们自己的社区领域都做的比我更好 我只是一份小小的螺丝钉 因为我还没有接去超马之前 就整我太来说的 我不是人的男人 那很开心也很感恩 天地感到是 让我对相近两人的时间改变了 那尤其这一次过年 跟太太跟小朋友回宜蘭 那种感受非常的深 我昨天在宜蘭的时候写的心得就看到 因为我自己再过一年多就六十了 所以看到我的歌 最大的歌歌 尤其是几次 台湾常常看到的二哥三哥 因为我排行最小 所以说那种感触尤其是特别深 那因为进入超马以后 一直想把家人推介 介绍进来超级生命 可是自己的功德力 跟自己的资良不足 所以还没有办法完成这一块 那我也希望 我可能说 各位年轻的小朋友也好 年轻的姐姐弟弟妹妹 有爸爸妈妈在的 要懂得保恩 因为弟子规讲的孝为先 我已经只能在失恋中期感恩我爸爸妈妈 那我想说这一份情 我们可以传递下去 至少两个小朋友在这种过年的气氛中 都能体会到一些孝道 因为像我小朋友上礼拜 就亲自请了两个外傭 去帮他妈妈的外傭 业务家打扫 那以往都不可能 以往都是我老婆 自己跟弟妹回去扫 因为我也不喜欢回去 那这都是我的问题 那很难超级生命马上都改变 那我想说今天是初一 那很感恩大家 我们都来插头箱 那每一天我们都插头箱 老师说 我们只要在操及生命马上如画实修 那就是天天插头箱 那我也预祝各位 从这一刻起 永远都是在插头箱的氛围裡面 平安、快乐、豐盛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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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太太太 小阳大哥 现在在巴德成立一个精英会 非常的蓬勃在发展 非常感恩小阳大哥 来到超盲 有劍就有力 那我们是因为在天地宇宙 认证的系统 所以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速 那就是有一个钥匙 一个key point 就是大家的心门要打开 那我们把心门打开之后 跟紧导师 那怎么跟紧呢 第一个 精英会一定要到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宗教为师 可是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是天地宇宙 给我们一个爱的殿堂 让我们在这边成长 也许有人会感觉能量 也许有人感觉不到能量 都没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是 来这边结果论啊 来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我们的自己成长了 然后我们的家庭也跟着 改变了 变性牛了 我想问一下 今天是初一哦 你在超级社会密码 你觉得你在超吗 学习 这段时间你自己觉得 你有成长的我们举手 我们来奉赠一下 无人没牙手吗 好 感恩 那你觉得呢 你有成长 然后呢 你觉得说 我要把这爱跟感恩呢 再分享给更多的人 你有这样子的触动的 跟我一样的请去手 哇 你们好棒哦 如果老师现在在看直播 还会被人开心 我们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那我们跟紧导师 因为来超级社会密码系统呢 我们就是要圆我们千年的因果 把它圆满 这个很重要 有个借助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不用去庙里 拜拜 我们也不用去排队拿下 我们只要来到这边 佛就在我的心中哦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只要把新闻大派 跟紧导师 所以金医会一定要到 再来呢 所有的活动我们都一定要到 那2月14号是我们台北的新春 喝春酒 上一次有去那个除夕的 上次有去到 好 春酒一定要到哦 真的哦 春酒一定要到哦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对 有惊喜哦 那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所有超码系统的活动要跟紧 那4月14号我们是在后火车站的妇女馆 我们的桃园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是4月14号 那在中立呢 是在古华饭店 是3月31 那再往前推的2月16号 是台北福华文教会馆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是台北厂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样广压我们的亲行好友 让他呢能够到这个爱与病堂 去接受天地的保留 天地的祝福 跟我们一样幸福这样子 好 那接着下来呢 很棒的这本书 我们今天读的是超级生命密码 跟原来富有的也很简单 那我想要请燕淳姐来帮我们 掃读一下这本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燕淳姐非常的发心 她是做早餐 而且呢她还发心在基隆地区哦 基隆地区现在发展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蓬勃 每一次的那个活动哦 她们都是叫着游览车哦 一起参与的 那燕淳姐也是我们上一次 去美国的同学 非常非常的发心 非常精进 好 那我们改恩燕淳姐 来帮我们导演 超级生命密码 好 OK 超级生命密码 一本生命之药解开过千年 接通生命秘密 即得重生乐趣 量身塑造太阳帆光彩 身后宇宙 感谢几道 能量 感谢师祇宙 宇宙 能量 改变生命 展開 持有本書 人量生命及圓滿 輕鬆擁有密碼之廟 揭開所有的難題 且且易懂告訴我們 光等神作用意 令你事事如意 作者派聖德導師 好 再請彥淳姐 幫我們介紹一下導師 各者簡介 太陽聖德導師 主修電機工程 縣旅居美國 自幼喜學宗教真理 十四歲時有約教務館廊 開始幾十年的心靈追尋之旅 設立包括佛道如煙 2005年其原師伯任居 開啟了靈性管道 超越了身心與疆界的版本 使其靈性層次有多性的躍身 近年來致力於為人們解過 一身心靈屬直 四位深受敬重與信賴的 身心靈導師 在身心靈領域 著有多本華文和英文書籍 讀者遍布全球 其在世界各地無數次巡迴演講中 舉辦各類主義的培訓課程 接受到廣大的混響 無數人因此扭轉了命運 獲得真實豐盛的人生 目前為天園文化諮詢顧問機構負責人 美國催眠師協會認證催眠諮詢師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感恩 翻過來這邊中間有一行小小的字 有沒有看到 它寫著我們一起念 恭喜燦爛生命力 將隨著你的這次逐步深入 而收穫萬千 加油 那這本超級生命密碼呢 它是一本通往幸福的工具書 所以再翻過來喔 這邊 有一個大太陽 左上角有一個小小的太陽 它寫著你必須擁有並貫通這本書 那現在大家都擁有了對不對 那接著下來我們就要貫通它喔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貫通這本書 因為啊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啊 如果我們的生活精神還有不圓滿的地方 就表示靈魂記憶體想要讓我們圓滿的地方 我們還沒有去把它圓滿 那因為我們的智慧不足啊 所以說我們的圓滿度還不夠 所以說我們想要勝反圓滿 那要如何呢 就是要把這本書好好的來把它讀 讀貫通它 然後呢 讓自己的生命呢 融入在超級生命密碼裡面 那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念喔 這下面這一些呢 就是我們讀這本書 所有的好處 我們大家一起來朗讀來 如果你想 感恩 那這一些呢 就是圖通的這本書之後 我們的收穫是這一些 大家都想要嗎 我們都想要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超馬的學習呢 我們就要用 最認真的態度 最努力的態度 然後我們來學習 然後我們來學習 那接下來我想請 我們來自基隆的燕淳姐 來為我們分享 來掌聲 感恩葉純姐 感恩導師 感恩天地 感恩主持人 感恩各位超馬家人 大家新年好 好 真的 新年期間就是 比較有空 那現在已經沒有再做早餐了 所以現在時間蠻多的 那第一次來到這邊 真的是非常開心 那我們坐火車的過程當中 從基隆上車 因為導師說 我們就是要有 就是要有質量的去發書 那就是跟坐在我旁邊的那個人分享 就跟先跟他聊天 然後聊聊聊到最後就是送書 就是很開心對 那那個人好像在松山下車 聊一聊真的很巧 他坐頭髮的地方 我說你的頭髮漂亮在哪裡坐的 結果剛好跟我坐的是同一家 真的很好笑 就是那個音言就是非常的巧合 對 然後他在松山下車之後 然後又有一對夫妻坐上來了 那我也是就是跟那一對夫妻聊 結果聊一聊他們是基督徒 對就是他們信主也是信得非常的好 那我就跟他講說 他問我說我要去哪裡 我說要去桃園上讀書會 他就有興趣了 對 然後就是他對於這個靈性的成長 是很有興趣的 那我再把書拿出來送給他 對 那因為來這邊不熟嘛 那我也是問他說我們要去哪裡坐公車 要怎麼樣 那就是很棒 就是一路就是很順遂 就是有貴人相助 就是很順利的來到這邊 對 那真的是好彩頭 對 掌聲鼓勵一下 這是新年的一個好彩頭 那真的去年就是我們我牽住超馬三年多 那也聽了無數的人的故事 那真的每個人的故事都非常的精彩 只是我們聽一聽我們的感受就是沒有那麼樣的強烈 對 那就是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你就刻骨銘心了 真的 我在過年前的一個月 我過得非常煎熬 因為這是我人生中從小到大 遇到一個最大的一個考驗 就是沙丸導師的12月23號 是做實練的課程之後呢 禮拜一那我就 我就背著書 就要去發書 然後呢 因為我們基隆就是 比較常下雨 那也是因為自己的 一個拖拉的一個個性 就是白天不去發 然後又拖到那個傍晚 那個下雨然後那個視線都非常的昏暗 對 結果呢 又加上自己的覺知能力又太差 就是我那個安全帽的鏡片呢 它是有點暗色 又用了差不多三四年應該是要換的 對 如果那個鏡片換掉就沒事了 那我們就是覺知能力真的是太差 就是一切都是粗心大意啦 對 那就是騎著機車然後背著書 在一個轉角處 就是很巧 那個地方就是我以前住過 在那邊住過20年的一個地方 就在那個轉角處 然後就眼前就一片黑 就下去了 那你下去了 你不知道你自己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知道去擔心它 當我就是一分鐘 欸 比較清醒一點 我才知道啊 我怎麼撞到呢 撞到那個人 還是我認識的一個 認識二十二 二三十年的一個朋友 真的當下 那個 不知道怎麼會有的 你知道嗎 你發生事情你不知道去擔心它 然後 他就是 都沒有外傷 那只有 頭部撞到 那 當下呢 就是他就躺在地上 他一直要起來 那因為那個 他在那邊上班嘛 那那個老闆娘是我的鄰居 嘿 老闆娘跟他的女兒 就把他壓住 就說啊 你頭部受傷你 不可以起來 嘿 然後就馬上叫救護車 然後救護車來了 就把他送到長哥醫院去 啊 他那個 老闆娘的女兒就隨車去醫院 那我也是騎著機車 又背著書 背著很重的書 就到了醫院去看他 那時候他剛撞到 我們剛發生事情的第一天 就是那個疼痛感沒有那麼強烈 那我自己也是一點疲漏傷 我也沒有那麼痛 那我就在那邊陪著他 我說齁 那時候我真的沒有擔心 我想說 這個用呼吸法就可以來調了 對 就是用我們的呼吸法 你一直勤做呼吸法的話 那個淤血他是會 會退的 會消的 會自己吸收的 所以當下我就是不會擔心 然後呢 就是隨著在那邊陪他 差不多一兩個小時 結果他就一直在那邊 喊著他的痛 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就是痛得受不了 結果醫生就說 要去加護病房 然後那時候 我真的有一點點擔心了 怎麼要去加護病房 隔天我又去看他 加護病房探病的時間 是有一個時間性的 那我就進去看他 結果狀況就不好 那時候他不省人事 然後你真的看到那個情形 你是好擔心好擔心的 當下呢 因為我們基隆有一個學員 他是還蠻會做那個太陽心法 他媽媽那時候也是因為住院 然後他去做那個太陽心法 觀想太陽光照著他的媽媽 結果他媽媽就沒事就出院了 那我就請他為學員幫忙說 可不可以幫忙我 就是來做這個太陽心法 來觀照著他 讓他可以好走 那他也有幫忙我 然後他說他做完之後 他的身體是很冷的 很冷 然後我自己也有做 只是我的那個感受力 沒有那麼強 我們基隆的那位學員 他就是之前有學什麼宇宙光的 他很會把那個光打出來 就是他就是已經習慣了 就是一做心法 馬上那個光就會出現 就是他如果想要那個光 那個光就會出現 那他就有幫我做 然後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時候 情況有比較好了 對有比較好了 那也是看他 因為他是一個送貨員 他是送那個米啊 油啊那個都很重的 而且他就是他的力氣是很大的 你看突然間就這樣一撞 他就要躺在那個醫院 他是很難受的 倒不住你知道嗎 他就像一個蟲一樣就 就這樣搖來搖去 然後呢就被誤誇打了吧 然後連胸部這邊都被綁起來 因為他真的動得太厲害 那個針頭都滲血 就是你沒有辦法 而且那時候他的意思是不清楚的 所以他就是被羽花大綁 他是很痛苦很難受 那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時候 看他那樣子 雖然有比較好 可是看他那樣子 我們也是很難受 對 那到了第三天 我還是一樣去看他 就是也有比較好 對 然後到了第四天 我又去看他 結果我進了家戶病房 人怎麼不見了 那時候我真的嚇一跳 你知道嗎 我說怎麼會人不見了 因為我那時候看他的情況 是沒有很好的 那時候真的有兩種想法 結果就問了護士說 他已經轉到普通病房去了 那時候我的心是非常的高興 然後又很緊張 對很緊張 那去了家那個普通病房之後呢 他也是一樣被羽花大綁 因為要打針嘛 然後又包尿布 他是沒有辦法治理他的那個 對 就是他的整個意識 對 意識是不清楚的 你看撞到頭 我們真的齁 不知道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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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外傷 就只有頭部 還有淤血 你外表你根本就看不出來 然後就是這樣子 一直 我就是每天的去看他 對 然後一天一天的齁 然後那時候剛跑老師到 在台灣 對 然後呢我就有跟導師問 那導師也給我就是 一些指引 然後呢 老師那就是在台灣 我總共問了三次 對 到了那1月5號那天還在問 對 所以說他的情況 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還要做什麼樣的努力 那導師有給我一個很明確的指示 他說我的任性 我從小就是一個很任性的人 所以我的任性還沒有改 對 那我也是從這方面去努力去加強 那 就是 我的願力就是 註印還有發書的部分 就是註印就是盡我最大的力量 就是我身邊有多少錢 我就是全部給他注意下去 然後發書也是 也是每天就是 在1箱2箱的書出去發 就是盡我最大的一個努力 因為這個真的是 我從小到大碰到最大的一個考驗 那就是在 我也很感恩我的二姐 就是 那時候那個 他兩個女兒 他就是剩下兩個女兒 他老婆已經 往生死幾年了 對 然後他的兩個女兒很孝順 就是 從事發的那一刻開始 就是一個在上班 然後一個剛好是慘假 就是由他的兩個女兒 晚上來照顧他 然後那時候 因為他們也沒有照顧的經驗 也是照顧的真的亂七八糟 還好旁邊的那個看護 就是很有愛心來指導他們 那他兩個女兒 就是照顧他兩個禮拜 就是那兩個禮拜是最不好照顧的 就是由他的兩個女兒 來照顧 那 他那時候要請那個醫院的看護 他們是相信醫院的看護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 我現在沒有在工作 那我身邊也沒有錢 我現在有的是時間 那我來照顧你的爸爸 結果因為一般的紅塵中的人 他們就是發生這種事情 他們是很怨的 是很恨的 對 他說我怎麼可能 撞到我爸爸的人 來照顧我的爸爸 如果你 你把我爸爸討論還是什麼 反正他們就是說那些話 對 然後他就是 我也沒有什麼證照 對 然後他們就是不同意我來照顧 那當下呢 他說 就是旁邊的那個很好心的那個看護 他說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就趕快 趁這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趕快去受訓看護 然後來照顧他爸爸 我說你要受訓看護 不是說你要去受訓 就馬上可以 有這個課的 可以讓你上的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到我的二姐 他住在高雄 他是一個 他看護已經做了十幾年 然後我就跟他女兒說 可不可以請我的二姐來 來照顧你爸爸這樣子 也還好 他們還是滿善良的 就是有同意 那真的是非常感恩我的二姐 就是在我遇到這麼大的一個困難危機的時候 就是出手來幫忙我 真的是我最大的恩人 最大的貴人 那一路以來呢 就是很感恩我的超馬家人 我們遇到什麼樣的難題 就是懺悔方面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如何的來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有請教比較資深的 或者是他們有解決過重大的事情 他們比較有經驗 那我也是來請教他們 就是一路以來 就是非常感恩我們的超馬家人 如果沒有進了這個超馬家庭 真的 我們遇到事情我們是會很慌亂的 對 那現在這個 這個我的婦人亮 這位男士呢 他現在的情況呢就是 已經能夠上班了 對 然後他上班 就是過年的前一個禮拜 就是他女兒 因為他一直吵著要上班 在家沒事沒事做就是 一直吵一直吵那個門喔 把他鎖起來 把那個門法都弄壞了 嘿 他很聰明的 對 把那個門法整個都破壞掉喔 一直吵著要去上班 然後他女兒說這樣子也不行啊 他就是什麼都好好的啊 就是那個接不上 對 那就是為了讓他成長 對讓他進步 就只好答應他去上班 就是由他女兒帶他去上班 然後再去帶他回來 那就是過年前 他是已經有去上班一個禮拜了 那就是 希望就是他能夠 在過完年後 就是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每天也是這樣子做心法 一直一直就是 就是感恩他 一直跟他懺悔 那就希望他的情況越來越好 那也非常的感恩導師 就是很就是 能量的波轉就是讓我大事化小小 小事化我好感恩大家 謝謝 太棒了 來燕淳姐 那大家聽到燕淳姐的故事 有什麼想法 我們大家一起來共振 有沒有什麼想法 通常我們在精英會 是會聽到很多人的故事 就是猶如剛剛燕淳姐講的 美豬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凡人 我覺得那就是在講別人的故事啊 就好像在看連續劇一樣啊 而且很精彩是真人在前面演 就這樣子 我們從來都不會去想到 有一天如果我碰到要怎麼辦 對不對 可是我記得老師有說過 我們在聽別人的故事的時候 一定要想 如果有一天是我碰到的話 不要怎麼辦 美豬也是很愚痴喔 我從來也沒這麼想過 我都覺得我應該要是無敵好命的人才對 大家千萬不要這麼想好不好 有時 真的是這樣喔 老師在書裡面就說過 任何一片雪花它落在那個地方 都不會是沒有原因的 它都是有因緣的喔 那何況是一個人跟一個人的相遇 跟一個人跟一個人的 像剛剛葉屯姐這樣的經驗 哇那就是一秒鐘的事情 它就發生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聽到故事了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因為老師在這次共修課 有提到2019年是英國 大家都知道嗎 所以今年會很急 所以我們每一天的如法實修非常重要 我們每一天的心法呢 是保護誰 各位你知道這個訊息的舉手 我一定要確認 這很重要喔 你知道每天你好好的做心法 是保護自己 同時也保護你的家 如果說燕淳姐這個 這個 這個對象啊 他的狀況不是上就是下嘛對不對 那天地間要撥轉 他其實是一秒一秒鐘的 如果他是現在是越來越好 對不對 完美的圓滿的結局 那如果是反方向呢 所以這個時候的功德力 就很重要囉 我們平常的努力 所以為什麼剛剛葉屯姐說 再來基隆這個火車的 來桃園的這個路上 他不斷的接引 你看過年是最好接引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因為燈光好氣憤佳 說什麼他就願意了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去發書啊真的啊 他們就很願意耶 你就告訴他 恭喜發財 把好運帶回家 就把這個書遞出去 他就收了 真的是這樣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錯過 這個初一到十五的這段時間 大家好好的 把這段時間好好的運用 那剛剛有提到說 觀想太陽心法 那導師也有提過 我們太陽心法 其實我們的功德力不夠 我們是不適合 觀想其他人的 我們趕快把自己的能量提升上來 好 那自己先把自己能量提升上來 但當你的能量長還不足的時候 你也先不急著幫你的家人 因為你的家人也是眾生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一聽到說 哇這個好好喔 所以把所有的家人都觀想進來 天啊我們自己都還沒有站好 然後就沒有辦法承受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來進入我們的第十章 我們今天導讀的是要或不要 那我請有誰要來幫我們導讀 那我們請那個彩銀這邊開始 幫我們導讀一段 一百三十六頁 一百三十六頁 我的是第三版 一百三十六頁 那讀導師的書呢 導師的書呢 淺寫易懂白話文 但是呢 每一本書的裡面呢 它是活的 都有隱形密碼 那我們在聽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認真 幾年前的一個下午 這個 喂 幾年 我們請 佩穎 佩穎 佩穎來幫我們導讀第一段 幾年前的一個下午 軍理透過友人的介紹 打了一通電話到我的工作室 希望和我預約時間當面訴說他的痛苦 當他坐在我的對面時 我發現他是一個高傲 弄不清楚自己中心是要什麼的人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他 是個滿口離不開 痛苦 這兩個字 卻又表現出一副 不以為難的人 好像自己已經有什麼高見可以幫 可以幫助自己一樣 每當我遇到這類的人 大多數的處理反應都是一笑 自知婉拒他們再次來訪的機會 但我還是會在言談中 隱隱約約點出當事者的問題 有時看到一些讓我覺得心酸可惜 而且如果照著他們的思考模式 前途將會有更多問題的人 我都還是會盡力的好緣相勸 希望他們在改變心意之後 能夠照著自己生命中最重要和最寶貴的方向 去完成他們應該要完成的事情 但是大多數沒有辦法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麼的人 行為舉止上往往都比較狂妄自大 在居民與我交談的過程中 他概述了自己在宗教裡有多麼高深的認知和見解 並且希望考考我來證明他所知道的比我多出很多 在居民來到我的工作室前 就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 哪怕是經由朋友介紹 他還是築起了好幾道心牆 總認為自己的見解絕對不會比別人差 在我們拉拉雜雜的談話中 他提到自己被餵食道逆流的問題所困 每個夜晚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長期下來導致他神經衰弱 體力一天不如一天 心靈上也受盡折磨 但是他卻必須每天如實面對 那第一段喔 是不是有人要找老師一對一 有沒有發現 現在我們導師已經沒有在一對一了 那這個時候之前很早很早的時候 你看這個距離是要找導師一對一 可是呢在第三行的地方啊 老師就發現說他是一位什麼 高傲 各位你們如果有看過那個弟子歸的人啊 就會發現 你心不希望你的孩子有貴人 希望嗎 那你心不希望我們自己有貴人 希望嗎 希望喔 那他怎麼樣才會有貴人 要謙卑 可是我們通常我們都高傲 那所以呢又高傲又搞不清楚對不對 那這樣子他的貴人會不會出現 其實老師就是他的貴人啊 就坐在前面 可是因為老師非常非常的低調 老師非常非常的謙虛 所以說我們呢在抄馬要學習 第一個我們要先去我 因為我們要有好的學習 學習這個把心門打開 然後呢讓所有的好的東西能夠進來 那第二段呢 第四行 有沒有 他還是築起了好幾道心牆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進來這個教室 我們一定要把心門打開 想要問一下同學喔 什麼叫做心門打開 我的心在這裡 我要怎麼把他打開 陳色大哥你說 我要怎麼把心門打開 全然相信 有沒有聽到 四個字是怎麼 全然相信 坐到這邊我們就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了 全然相信 然後呢你在這邊就可以收獲 收獲非常多 陳色大哥 你今天待會要幫我們分享喔 你先準備一下喘口氣喔 哈哈哈哈 哇我們今天真的是 眾星雲集喔 好 接下來我請那個 扇婷來分享 你們不掌聲她是不會分享的 今天是這個過年的開春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非常感恩 扇婷妹妹呢 提供這個場地 讓我們在這邊學習 那她很客氣喔 其實 喔 喔 你 喔你講那麼大聲喔 不好意思喔 哈哈 好 那 那你看 因為他們兩個是同學啊 所以她就把她推過去了喔 好 那我們請來自台中 的經營會的主持人 陳色大哥 來為我們分享 欸 等一下喔 各位你們的掌聲喔 這樣是不夠熱烈的喔 這次陳色大哥也有到美國去喔 我們熱烈掌聲 歡迎陳色大哥 老師好 美麗的主持人 美杜姐好 還有 親愛的叉馬家人 大家下午好 好 好 有點喘喔 因為 坐火車上來 然後到車站 就是 問警察 中正路往那裡走 他就說往那裡 哇 都塞車 那燃計程車說起跳到145 我看計程車也比較慢 動彈不得 那走走走 欸 就邊走邊唱 感恩司機器就開始了 像這一次去拉斯福加石有 老師有教一個太陽八卦法 就邊走邊觀想這樣子 那就做一個複習這樣子喔 那越走很神奇的 越走越快越走越快 不會覺得累 然後那個氣定神險的 那你從火車站走過來喔 是的 是的 我們現在也是 陳柯大哥一個熱烈的掌聲 你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 因為路不熟啊 只是中正路720號先Google定位 那因為就是時間 你們很抱歉 沒抓好 那個火車的時間 就是delay就delay 所以就遲到了 那就是今天想說 欸 台灣今年的第一場 基因會 就是在這裡 所以趕快來插旗子 搶頭一下 因為來共振一下 因為真的是 各位你們是不是很有福氣的人 你們今天坐在這邊 不然你們就要到台中去喔 不然就要到美國去喔 才能夠聽到陳柯大哥的分享喔 再熱烈掌聲 我們感恩陳柯大哥 感恩美珠姐給我這個機會喔 因為 就覺得 呃 上一次來也是 來一次有邀約朋友 結果他沒到我自己到 我自己到的時候 我也是車班delay 是 快4點才到 所以 今天比較早 下一次 下一次要提前到 要抓三個鐘頭 提前提前 越來越早 太暗了 對 那因為上一次的地點 跟這一次不一樣 又剛好是這一次 拉斯維加斯的同學 他的地點 場面這麼舒適 這麼豪華 真的 那種氛圍真的是覺得很棒 那 也在 超馬的家人這一種 分為大家就是一家人 因為 昨天本來想要回去 我以為 那我們打電話給媽媽 媽媽說 太累了不用回來 大家各自解散 就覺得奇怪 怎麼沒有家人的感覺 那沒關係 今天 今天來這裡就是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種感覺 非常的好 那 今天來講的話 我就是 非常滿心的歡喜 因為 坐車其實也沒有票 就是 就是贊票 贊票我們就是一直聽音檔 因為時間很快 也不會覺得說 很累 因為確實 確實有說不上來的喜悅 那 分享這一次就是 拉斯維加斯回來 有更深一層跟導師的一個關係 那變成說自己也是 有提升的時候 也要自己加法劑 因為 到達一個位階的時候 沒有理由 不是往上就是往下掉 所以一定要 相當的 如履薄筆 但是也不用很 很 繃得很緊 一切就自然 只要 傻傻的聽話照做 因為 我覺得我過去來講 剛進來也沒有聽話照做 因為自認為就是 比較 歸屠賽寶那種兔子 後來發現 那個 暗部就翻 聽話照做的 咦 咚咚咚咚 都跑在很前面 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真的是 不行 所以 就是 跟家人勉勵就是說 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 昨天也 讀到一篇 借引人的時候 就是我們常常會用自己的一個想法 好像 我們怎麼樣去做 怎麼樣去做 其實就不用 因為是天地在檢選的 不是我們去檢選 但是我們很 很長的慣性 幾千人來 我們會因為自己的想法 造成很多思維邏輯都已經混亂了 變得很複雜 事實上 把自己弄得很複雜 所以 變成要 講 大道之簡 道就是簡單 大道之簡 就是自己把自己變笨一點這樣子 那個笨 不是 沒有智慧 他是 聽話照做 那因為 這樣子的時候 反倒是 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簡單的時候 就 就 很 很自然而然 就 就好像 搭著那個摩天輪就這樣上去 因為這次在 拉斯維加斯 那個摩天輪的感觸也很大 那剛好也是搭到 跟老師同一個 那顆圓球 然後 就從底下一直上來上來上來 會覺得說 欸 很大的建築物 因為拉斯維加斯很大 那個他們賭場的範圍 包括一個飯店集團 可能走一個鐘頭都走不完 但是 就這樣子 本來很大 慢慢慢慢變小 就發覺說 我們 只要我們的 智慧一直提升 靈靈一直提升來講的話 自然而然 很多問題就很簡單 像導師也講了 講了一句話 只要做到 超越地球的智慧 一切就是很簡單 那怎麼去超越 就是 不用去想太多 就是 跟著導師的腳步 好 然後 每個禮拜 我是覺得 至少要兩場經營會 然後 供修一定要到 然後每天的 那個功課一定要做 再加上就是說 要去 發院 發大院 要行院 因為沒有情願 沒辦法上去 不成佛 無願不成佛 就是 很多人會有一個 錯誤的觀念 就是說 我要有心要 我發了院 我一定要做到 問題是 你不發院來講的話 你永遠遠地踏步 你自己在那邊 自己的想法 因為天地的 極致就是 要發大院 然後發院了以後 就是 開始 去 列行動方案 就是這樣去做 不用太多的想法 因為我們有時候 在想的時候 那個時間就過了 那個時間過了 也是浪費 甚至是 有可能就往下掉了 所以是 渺渺要去 珍惜 察覺 有可能 一秒就天堂 一秒就第一 就看我們那個 當下的念頭 所以 今天有一種感覺就是 一切以簡單為主 大道之簡 好 感恩大家 我們想要聽聽 陳策大哥 是怎麼接觸 操碼的對不對 怎麼可以那麼快 就下台了呢 大哥來 您分享一下 您是怎麼接觸的 我是 之前 一個 舊的系統當中 的 那個算是 學員 然後他就是 帶著我去 因為我離開之前那個系統 然後 我是不想離開 但是被迫離開 因為介意我的人 出去開課 那後來 就這樣子 因緣去會認識 那個 我們同個系統的 又帶我去 那個 什麼無上司 什麼海 無上司的 去學打坐 然後 又去什麼 什麼密 密中的什麼的 那 但是我就覺得說 我還是有一個念頭 因為 離開之前那個系統 我覺得 我有一個念頭 因為我 當時有覺得 我在中間 我還有跑去一個 練那個 三一命補相 本來是想說 他是屬於那種 道法 法的那方面 但是來講也是因為 沒多久 就覺得一年 因為他之後 還有辦那個氣功排毒 結果一年下去 我 花了很多時間 我也想要為人健康 練一些八段錦交 排毒的 樹編這種 問題是 在那個磁場 整個 運一直往下掉 我就覺得不對 不對的時候 但是那個後來就是 發了一個願 就是說一定要找到 比之前那個系統還好的 就這樣子 在輾轉 剛才所講的 還有自己也去 一個 朋友也是 癌症突然跑來 好幾個癌症 然後帶我去那個 子醫教養 那我就想說 怎麼那麼神奇 這個 以前我去過 我也不覺得那個是什麼 後來我想說 好奇去了解說 他怎麼去運作的 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 他那個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那種 修行 一個直覺 但是 礙於周渣的生活鏡 就獻那個鏡給我看 那這樣我就 去了解 了解我大概兩個半月 照他的方式 我覺得 也是沒什麼 沒什麼那種 感覺是不對的 因為那種是 他會慢慢慢慢給你植入 植入來講 他不是正的話 你就會被他給控制住 所以這個不談那個地方 那後來就是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後來 自己也變成說 那個 能量廠不好的時候 又開始抽菸 又開始喝酒 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半夜的時候 就在想說 天啊 我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一個願歷 願歷來講 就 因緣沒多久 就 那個同修的 他就拿一本療癒全力 說這個很棒 很棒 幫他去上那個課 因為我覺得說 他都到處帶我去 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是 真的是假的 那看到太陽聖德導師的 療癒全力 我覺得 身心靈的 我以前也是搞身心靈的 也是我們有辦那個課程嘛 所以 就覺得用那種 舊的思維 但是我覺得 就很神奇的就是 在 同樣那個時間點 在 我做另外一個事業的時候 互聯網的事業 那個辦公道樓下 就看到 就有一個那個 台中的那個美娟 他就發那個 千年之約 我就覺得 奇怪 這個女孩子 她怎麼 非常的開朗 非常的那個 沒有沒有所求 你會覺得說 她就是充滿了歡喜 就是很 那種很開心 很有那個愛心那種感覺 這個很棒 這個 我們有讀書會 有 有時間可以來參加 我看了千年之約 我說 千年之約 這本書 一定好像有什麼訊息 就一個訊息 這樣子 那後來就 剛好 我之前那個同修去參加 大阪跟那個 那個 前年底的 回來他就發願就是 自己要提供場所 辦那個讀書會 我就 前三場一定要扣二十個人 我就去了 去了 就開始覺得說 欸 這個書 好像看起來是很 很簡單 但是 它裡面就是 第一張 就是已經在 跳脫筆的命運了 改變生命地圖 第二張 做中西山看到那個 又看到 什麼開關什麼的 這個以前我在追求的 因為我在二十歲的時候就會 就無意間都會去買那種 所謂的修仙道成仙的書 然後怎麼去那個 做仙的那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這樣子 就覺得 欸 他這個裡面的那個 然後 人家講聽那個 家人講說 一定要念到第三 第七章之後 你才開始做心法 我就看看看看 原來 當時我也沒有很認真聽 因為 當時他們 他們大部分也不是比較資深的 所以得到的訊息都是不正確的 所以心法也沒有照步驟一二三 只知道有名詞步驟一二三 那我就對太陽 我以前就喜歡看太陽 就練太陽心法 後來什麼燦了那個 真的是 就是 這是剛才所分享的 要聽話照做 要傻傻的 不要太聰謀 但是這樣子也大概半晚 半年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很認同 後面 那個 宇宙那個 那個 第十四章 類傻宇宙能量街 看到那個的時候 我有一種 就一種使命感 因為在之前的系統 也是有被我們教育 就是要去渡人 渡人 但是渡人沒有像說 超馬這麼到位 他 他來講的話就是 真的能夠了脫英國 那以前只知道英國 也知道說能量 但是都是很 沒有很全方位的很簡單的 所以我經歷過很多 很多的那個系統 然後 我就發覺說 他整個都連慣了 而且是很簡單 但是就是 還是要慘了 因為當時就是 我很大 傲慢 就覺得說 這個簡單簡單簡單 就是 結果後來是 那個 天兵沙灑的會 會比較 先上去 對 扶搖直上 所以 所以現在 就已經變成說 把自己 過去的那個都放掉了 因為生命的 歷練跟通常的又不太一樣 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行業 做過很多的 而且都是不好的 但是雖然不好 我也很慶幸就是說 今天 這個肉身還能夠這樣子 那也代表就是 昨天抽到那個 原來會有很簡單 平常心 能進度超馬 真的要相當有福分 是天地典選的 那我們就不要管過去怎麼樣 就是 現在就是 行願 如法實修 行願 發大願 發大願 就是要去接餘更多的 三次的機會 確定 因為 我以前這樣 氣而不捨 講了N次 然後講了講了講了 現在越來越 有時候就是 譬如說 對 因為我們去跟一個講 包括以前的舊系統的 耗了兩個鐘頭跟他講講講 好像在講課一樣講講講 講了他也埋進來 書也拿了 然後 回去他也不見得那個 結果 欸 突然我發覺就是說 我有接引進來的 而且是 算 大家都應該耳熟 耳熟的 就是那個 彰化那個 劉慧慧 他是 他是 我不認識的 空中接引的 所以 有時候 不用去想太多 不是自己的想法 一直接引 因為我耗了很多精神 在接引 舊的系統 或是我過去的學員 或是過去認識的人 真的耗了很多精神 反倒是 不用去就是 問他這本書很好 然後這個是正能量的 集體發出 這樣很簡單的講 然後深度的去跟他互動 邀約 不行就刪掉 不行刪掉 就趕快 這樣就很簡單 好 以上感恩 大家的鼓勵 來 藝蘭陳特大哥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有沒有吸收到精華 有 來到抄馬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聰明 然後來到抄馬 我們發現 聰明不太OK 因為我們都用自己的想法 那個就是我值 老師這次共修課有講對不對 那你用你的我值在做的時候 我們進步就慢了 那我自己也犯了很大的這個毛病 我還更糟糕的一點就是 我以為我沒有我值 這最嚴重 這個病最重 所以在這邊也跟大家懺悔一下 如果美著很多的時候的習性 請大家多多包容 然後很感恩天地給我們這一個舞台 讓我們在這邊做調整做改過 那所以說 來到抄馬嗎 要智慧 同意嗎 那智慧就是提升我們的靈命 提升我們的靈命 就是等於提升我們的智慧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跟緊一點好不好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第一個 再來就是我們要聽導師的音檔 導師的音檔就是第一手資料 它調整我們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我有說了 導師所有的書 所有的歌 所有的音檔 所有的課程都有隱形的正能量 而且有密碼 它能夠讓我們的DNA整個改變 能夠讓我們重新設定 我們才能夠改變我們的生命地圖 否則啊 我們累累世世啊 真的 深深世世以來 不曉得我們自己的因果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忘了嘛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很多的時候 會覺得說 怎麼我還沒過 怎麼我還沒過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錢欠了多少 這是一個重點 好 所以來到抄馬 真的非常的感恩 所以 待會你們要回去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到外面拿一張這個 低子龜 在大陸其實有人 他就是落實低子龜 他的慢性病就好了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在抄馬 我們不但落實低子龜 導師還給我們這麼棒的法 我們是不是很幸運 我們是這個 如果說我們是那個 我們的配備啊 你看我們是雙重配備 我們更容易沉到 在這條路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心願 那怎麼做呢 每天早晚念一次 提醒自己 早上提醒自己 晚上的時候就是 提醒自己哪裡沒做到的 就趕快再加油 有做到的 繼續努力 所以很重要 然後自己每天要看一集 弟子龜 好 接下來 我們來導讀 原來富有可以很簡單 我們請慧如跟立元來幫我們 慧如是導讀老師 然後呢 立元導讀徒弟 第十八夜 議員赴史 五步驟化解情緒壓力 導師 導師說 現代人最大的問題 來自於無法隨心所欲掌控自己的情緒 尤其有壓力的時候 特別容易看任何人事物都不順眼 情緒一來把所有原本簡單的事情搞得雞飛狗跳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五步驟化解情緒壓力 太好了 這個主題是每一個人切身的問題 時下因為情緒控管不大 而陪上工作或婚姻的人 那有人在 導師說 你說到重點了 情緒不穩定的人 往往抱怨不斷 不但影響到周遭的親友 甚至陪上美好的虔誠 毀了自己的人生 不可不勝 所以導師才會一開始 就先討論情緒的問題 導師說 是的 情緒是否能夠維持在一直線上 不至於隨著外境起起伏伏 人生也就比較能夠保持 一直平順 不至於因為情緒的大喜大悲 讓心境大起大落 進而獲得富有豐盛的人生 維持在一直線上 這太難了吧 好多事情都可能影響到情緒 比如說夫妻相處 親子關心 父母照樣問題 活習問題 金錢問題 職場競爭 意外事故 甚至到商店買個東西 遇到服務人員的臭臉 都會讓人不開心 而這些都是每天眼睛一睜開 就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要實時讓自己的情緒 維持在一直線上 太難了啦 化解情緒壓力第一步 跟除負能量 導師說 你講了這麼多原因 你平心靜氣想一想 如果用上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和平常我所講的觀念 這些都還是問題嗎 不會 導師說 如果不會 近來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一段時間了 還存在這些問題的人 就代表實際操作面還是有瓶頸 沒有確切落實 超級生命密碼 基本潛修步驟一二三 才會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 甚至受到天氣的影響 情緒跟著外在環境 情時多雲偶正雨 但有些情緒來得快 去得也快 有些卻是揮之不去 這又是為什麼呢 導師說 導師看了那麼多情緒壓力的案例 說穿了它有兩種可能性 重點在於源頭點 就像感冒的源頭有兩種 第一種是一般病毒引起的普通感冒 第一種是濾過性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 相對於情緒來說 一般病毒就是普通的情緒 比如說 你和他人因為溝通不良 因此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 相對的壓力就迎面而來 這是一般病毒 時間一過就會自然好轉 而濾過性病毒的源頭點是負能量 原親在主既無有效的治療法也沒有特效藥 所以在坊間情緒管理的課程很多 但很多去上過課的人脾氣還是不小 就是因為負能量的關係嗎 導師說 是的 不僅僅是課程 市面上情緒管理的書籍也是琳琅滿目 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不靈 原因就在於濾過性病毒 濾過性病毒跟一般病毒的比率 比例大概大約80比20 現今的時代 人們的情緒被負能量所掌控 幾乎已到達普遍化 導致多數人情緒壓力的問題 經常是揮之不去 那濾過性病毒的源頭點 負能量又是怎麼產生的呢 導師說 在課程中或是個別諮詢時 我經常經常遇到一個現象 當我提到某個點時 有人眼淚就自然流下來 這代表著他的故事不是現在才發生 也不是今生才產生 要倒推到他過去靈魂記憶體的諸多畫面 這一刻只是把他濃縮呈現 好比說完美主義的人 往往不懂得尊重他人 情緒起起伏伏 說穿了就是和他的累世靈魂記憶體有關 難怪一些心理學情緒管理的書籍 並沒有辦法讓人真正獲得改善 原來這些問題不是單純情緒的問題 而是過去式的問題投射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對嗎 導師說 對 是負能量牽制你的某一個點的作用 導師可以再進一步說明嗎 導師說 比如 在職場上你認為沒有被平等對待 心裡覺得不平衡 當壓力一產生 情緒就上來了 其實 這有可能是負能量藉著這件事 投射到你的身上 所產生的不平衡 因為不平衡會對應到你的身心靈 接著身心靈也就陸續出現問題 若身心靈任一向出現問題 生活上就很難順遂 我明白了 當解決情緒問題 首先要把靈魂的問題處理好 否則一切白談 導師說 沒錯 物理學所謂的壓力 是指在單位面積所受的力度 好比你正面臨空前未有的壓力 卻還能安穩坐在這裡聊天 代表到目前為止 你對你所面對的作用力還能夠承受 否則精神很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通常有精神症狀的人 大多大都是因為許多問題 同時投射在他的身上 讓他無法複合 產生許多症狀 在醫學上無法解釋 只能統稱精神病 而這些投射在他精神身上的問題 又和他過去世裡 未解決的事情有關 所以根本解決之道 就是要把那些癥結點 全部挖出來解決 也就是我們講的基本潛修步驟 一二三的第一個步驟 懺悔發願 把負能量挖出來 誠心和負能量溝通 談判才能徹底解決 導師說 答對了 可是很排斥懺悔 認為自己又沒有錯 錯必不再緊 為什麼要懺悔 導師說 這就是現代人的問題 像家人吵鬧不休 很多都是過去世的某種不圓滿 來到今生相遇 必須要再重新演一遍 重修學分 如果能夠今生圓滿修壁 相互的緣就了結了 如果還是不圓滿 到來生還是必須再償還 所以與其生生世世不圓滿 還不如今生歡喜 償還 導師說 對 而且生生世世的不圓滿 會產生對應點 導致身體和心理產生問題 在身上產生問題就是慢性病 心裡面產生問題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靈魂就更不用談了 只要靈魂有某種缺陷 身心一定不圓滿 所以擁有正確觀念才能用對方法 解決我們所遇到的種種疑難雜症 否則永遠都在浪費時間 靈命無法提升 導師說 是的 我們已經看到問題實際的癥結點 手上也握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是有些人主觀意識比較濃厚 不願把心門打開 如果外事俱備 當事者卻不敢真誠面對 那終究於事無補 比如兒女不聽話你就生氣 如果你能意識到過去事裡 一定有某種姻緣沒有把戲給演好 現在只是重新補修學分罷了 當你願意轉個念 換個角度 可能情節就會有所不同 老師 那如果還是按照母子眼前的因緣 繼續發展 當兒女越長越大 是不是情緒壓力就相對升高 母子之間的裂痕也會越來越大 老師說當然 情緒壓力是來自於 你不能解決當時的單一或多重問題 面臨無解的情況 對應到身心靈的作用力 在當下不管有哪一項 你就檢測那一項 盡全力去修補 才是一勞有益的解決之道 在西法中用懺悔發願去修補嗎 老師說對 懺悔要熟練 並且要做到位 老師常說要秒秒懺悔 但我常常面對事情 就忍不住發脾氣 發完了情緒才來懺悔 感覺就是慢了一點 老師說所以 懺悔和發願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無法及時懺悔是因為負能量的阻撓 當你發的願和你的成長及落實 還沒有到一定果後時 負能量就不願成為你的護法 甚至刻意讓你長長苦頭 直到懺悔發願達到一定水平 負能量看到了希望 一切自然迎刃而且 在每一天的懺悔發願進行中 我常常感覺有其有落 無法維持一定的水平 導師說那就代表沒有相應 做懺悔發願沒有相應 就表示你和負能量之間沒有交流 要怎麼做比較容易和負能量交流呢 導師說做懺悔至少要15分鐘以上 前15分鐘是暖肌 如果還沒有暖肌完全就結束 怎麼交流呢 我們系統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你要思量的是負能量能不能搞定 而搞定負能量的重點在於 懺悔有沒有到位 有沒有對應到 願發的夠不夠應付負能量的所討 如果你懺悔了半天 無法滿足對他的虧欠 他一不爽就作用在你的生活上 到最後壓力就來了 他純心讓你不好過 說穿了就這麼回事 導師那怎麼知道自己的願 發的夠不夠給負能量呢 導師說問題就出在這裡 往往你自認已經發大願 但是負能量卻不滿意 還一直在等待你加碼 如果這是問題點 你就會覺得自己摸不著邊 明明很認真在做 為什麼就是搞不定 狀況連連 最後沒有信心離開系統 到別的團體又一樣無解 從此漸漸走上去歸路 所以你的發願一定要夠 寧可多做一些 只要你在發願時秉明天地 一切以天地為健 多諸的功德 負能量絕對不敢多拿 剩餘的功德 會自動存入你的功德庫中 天地的機制好精密喔 不必擔心多做會吃虧 導師說 是的 發願如同向天地借一張信用卡 你只要按部就班執行 負能量就能感受到你的真誠 因而鬆手暫時放你一馬 在靜待你完成所發的願 屆時領取你回向的功德後 就會自動離開你 怕就怕人們 往往一嘗到天頭就變了 覺得自己生活平順了 一定是功德做夠了 於是擱置當時發的願 這下就完蛋了 從始負能量不再相信你 往後等你發現 生活又陷入仇雲產物 再回頭來補償 那就為時已晚 所以用我們這套系統 一直到問題真正解決之前 都不能掉以輕心 等到問題真正解決時 你自己會知道的 這真的是沒辦法教 您常說世界一切都是能量 那家裡大小事不斷 一下電視壞了 一下冰箱爆了 也都是能量所致嗎 為什麼 導師說 對 正能量 負能量都是能量 搞不定負能量時 就像欠錢沒完 他就跟你沒完沒了 因為負能量要早出路 所以為了要一勞有益 讓負能量不再糾纏 減輕自己的情緒壓力來源 懺悔發願就是搞定情緒壓力的首要方法 所以第一招是最難擺平 卻也是最根本最重要 導師說 如果懺悔發願都能清楚落實 你剛剛所提的那些問題 多半都可以解決了 人世間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我從來不玩文字遊戲 重點是你能不能夠在這簡單的系統裡 持續解決掉 這才是最重要的 太神奇了 這第一招就這麼管用 導師說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曾經有過突然感覺全身熱烘烘的經驗嗎 有 最明顯的是冬天夜晚 在做心法的過程中 原本冰冷的手腳 變得好溫暖 導師說 這就是天地的眷顧 加持給你的能量 像極的暖流很舒服 導師說 所以看不見並不代表沒有 很多事情可大可小 人世間的許多問題都不應該是問題 如果對於正負能量的正確知見沒弄清楚 沒有做到位時 就都是負 都是問題 隨便一個簡單的狀況就可以搞死人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人世間所看到的 所遇到的經驗都是表象 重點是你要運用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盡快平衡自身的正負能量 這才是真正要去追求的 既然這一套可以徹頭徹尾解決問題 就是勇猛精進 持續落實 直到看到生命曙光 證明已經通過雲與虛 然後持續不斷去做 不但今生問題得以解決 往後也必定平步青雲 好感恩 那這第一步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一口氣把它讀完 各位有沒有覺得收穫非常多 再重整一次 我們每天在做的懺悔跟發願 那情緒要解決 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其實就是負能量的問題 那所以說懺悔跟發願非常重要 那導師這次也有特別的提 懺悔是一切要轉變的根本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懺悔喔 不要做職業懺悔手 很容易喔 我也會這樣子喔 就是我們做著做著 因為人的這個 劣根性還有機制 做著做著它就會變成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導師要我們秒秒GPS定位 好那來到精英會 就是再度的提醒我們 再度的再度的讓我們提醒自己 不要再往那邊 因為修行不是上就是下 而且再一秒間喔 有時候是我們連發現自己都沒發現的 這個是最危險的 所以剛剛彥淳姐呢 她跟我們分享喔 她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想說等一下請彥淳姐 我們結束以後呢 請她呢 再跟我們分享她 怎麼樣去對這件事情的這個人物呢 角色做懺悔 你們想聽嗎 你們想聽嗎 這才是重點喔 那因為時間是有限的 那我想說有人跑掉了喔 那個善禮妹妹她跑掉了 那沒關係我們讓她準備一個禮拜 我們下禮拜再請她分享喔 那我想接著的時間 我請那個慧如來分享 慧如呢在我們桃園地區 帶著大家發書 各位你們想喔 在這個超馬系統裡面喔 要怎麼成長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要如何成長 有沒有人想要分享 你覺得我在超馬要怎麼成長 在超馬導師說 能量場的謊話是一切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所有的重點 我們都要花在如何提升自己的能量場 這個是不是最重要 那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讓我們提升能量場是什麼 發書 就是發書 而且可以去我 因為只要我們的我很大在超馬系統 其實很難成長 因為導師要給我們很多 很多 天地的祝福要給我們很多 可是因為我很大蓋住了 就把那個帽子蓋住了 然後老師要給 想給都給不了 那我覺得呢 慧如的去我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她每天的功課的這個到位度也非常夠 那我們想不想聽她分享 我們跟她學習 我們給她熱烈的掌聲 我們請慧如來跟我們分享 好 導師好 美珠姐好 在場的超馬家人 及全球的超馬家人 大家午安 午安 我是慧如 非常開心 今天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先說一下我怎麼樣進入超馬 因為今天有一位我在市場發書 今天過來承諾我 然後今天過來的 我的鄭莉娜那個小姐 過來跟我們一起共振 非常感恩 感恩 那當然我當初是因為我的同學送給我這一本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然後我因為我在舊的系統 舊的系統有學非常多的心法 那不是心法是學非常多的法 那她的法都很昂貴 然後要做的時候也貴 然後要學的時候也要花很多錢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我同學送給我 那個這本超級生命密碼的時候 我就很珍惜 我就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看書的人 所以我就 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看完 然後看到最後有很多的那個家人的分享 在最後面 然後我就把它都 一字一句我都全部都看完 看完之後他們裡面就講說 那個最後有分享就是說 她做心法在生活境上怎麼樣改變 我就開始學著做 那因為我們的心法是第四章 第六章跟那個太陽心法 第十章 那這樣子我一開始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們天願文化 有精英會 有讀書會 有志工 有發書 有這些活動就對了 沒有知道這些系統 因為我同學就送給我一本書 然後就說 嗯 不要太狂熱 不用太投入 就這樣子 然後我呢 是一頭就栽進來了 我看了這個書之後 我就開始做心法 就是從 我的步驟是二一三 二一三 直到我六月三號 直到我那個 那個上網去買 自己到天原網站去買 六月三號的票 因為我六月二號 我不能請假 我只能請一天的假 所以我就六月三號參加實修實練課程 因為我我想修我想學實修實練的心法 所以我就買實修實練課程 然後我就六月三號我就參加了 那時候我去才發現有很多穿黃色制服的志工 然後就跟孟敏那個這個學長就加了爛 然後那個然後因為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開始做心法 我發現因為我過去二十年 我有六個家人瞬間消失在地球上 所以那個心好痛好苦 然後我的方式是以前的方式是用不停的工作 拼命的工作來把這些這些痛苦給沖淡掉 可是並沒有解決 那我會進入一些系統 舊的一些傳統的道場 是因為我希望找到方法來解決 可是呢 我因為我也 我想要 因為投入之後才會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去學解決的方法 所以呢 我住在廟裡面 普陀山我也去住很久 然後台灣很多廟我也都住很久 然後住到後來是因為身體 有通靈的人看到說 我身上身體有很多有億多個靈侵入 入侵進來 所以我那時候是 整個人是全身瘴到很難受 以前見過我的人 大概都看過我那個肚子像五個月生日一樣 就很大 然後我是進到超法系統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的得資量不夠 所以我們家才會 英國討報這麼急 就把我最親愛的幾個家人 全部都帶走了 包括我的弟弟 包括我的姐姐 所以我心裡好難受 然後 做了心法之後 就發現我已經開朗了 那個痛苦的心已經放開了 然後 所以我在五月份 因為我是一直在陽明山 雇一個豪宅 然後那個豪宅呢 因為口袋不夠 現在還住不起豪宅 因為那豪宅 大概反正就是很多億 很多億 然後 然後每一年大概要花在修禪 修禮的這個過程當中 大概至少要花個三百萬左右 那我的年薪大概將近一百萬 所以那個老闆 光這個豪宅他把他雇好 就要花這麼多錢了 所以呢 口袋不夠深了 你就先不要想要那個 買豪宅住豪宅 那因為 像蔡李敘毅老師 在地址規裡面說的 那個華夏千間 夜眠六次 所以就是也是 就是睡那個六次大而已 所以 不見得要豪宅 就是 金窩銀窩都不如狗窩 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 那時候在陽明山工作的時候 那我 我練心法練到 就是過年後 去年的過年後 其實我今天 今年非常感恩 我今年在 這個農曆年的這段時間 我可以 這麼開心的去 安排發書 召集發書 然後像今天早上到那個 慈庫宮去發書 其實真的 發得非常開心 因為很多人 我就是 請他們 把好運帶回家 就把好運帶回家 然後他們有問說 這是什麼 我說我們在推廣讀書會 我們先看二十四頁 二十四頁就是教我們怎麼樣 每天 每天 插頭箱 搶到頭箱 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五月份本來 六五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跟那個 董事長辭職 辭職 因為那時候 一心想要辭職 就想說 這一本這麼好的書 這個 金窩又都這麼便宜 這一本書才三百五 我的還是同學送的 我沒有花任何運好錢 然後所以就把這個 這個 我一定要下山 趕快去推廣這個東西 因為 對大家幫助太大 因為 我的 我的痛苦是放在內心的 很多人是跟我一樣 是躲在陰暗的角落 一直痛苦 一直沒有辦法翻身的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下來 下山來 推廣這個 遲掉原來的工作 然後那個 推廣這個 這個操碼 那後來因為天地的安排 所以 本來在遲 遲的過程當中 欸那個豪宅就自己 視線幾個字給我看 這裡就是你的家 所以呢 我又 我又暫時留在那個 去年 六月份又暫時留下 留下來工作 然後那個 因為我跟董事長做的 那個 懺悔 所以呢 因為我我無知無明 跟他提出離職嘛 所以我就跟他懺悔 然後又被留下來 留下來 董事長又一個 月又幫我加薪了五千塊 然後這個都是天地的安排 非常感恩 而且是在六月三號 我參加過導師的課程之後 就開始有這些奇蹟 展現在我身上 非常感恩 然後再來就是 到了十月八號 我剛好有一個音樂 可以真正搬下山 所以搬下山來之後 我就 我就趕快 努力的召集發書 那其實發書之後呢 那個能量廠就上來了 就每天每天發 不管發幾本書 你就發現那個能量廠就跟著上來 而且那個共證 跟家人一起共證發書的那個情況 那個不一樣 像昨天我們也是去南門市場發書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我跟美婿姐 還有秀姬姐 我們三個就在三個 三個角落 然後我們在發書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起 一起在邀請大家來看 來收下這本書來看這本書 然後那個就感覺那個能量廠 能量廠就整個 整個上來 如何去感受到呢 是因為 本來那個 我們去的時候 那個市場是很沉寂的 還要沒有人 你知道嗎 那個十一點多 我們第二趟 那個第二 第二趟的書 過去的時候是十一點多 幾乎在市場沒什麼人 昨天出戲嘛 都沒什麼人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共證起來 然後那個天地波轉的人 跟摩托車啊 就這樣一窩蜂的一直來 一窩蜂一直來 所以就發的很開心 然後那個旁邊那個水果攤 也賣得好開心 因為他的水果攤 幾乎被搶購一空 就是非常 就是可以很明顯的去感受到 那個能量廠的上升上來 所以呢 發書其實 共證 自己發是因為 我以前都是自己發 可是因為我本來就不怕陌生人 我本來可是我因為 我自己的體質很敏感 我在6月3號參加導師的課程之後 8月26號 在參加導師的課程 在這段時間之前 我每天做那個太陽八段集 才把我體內的那些 入侵的人一直陸續吐出來 然後8月26號 在參加導師的那個課程的時候 當天我是第一個 第一個跑到導師面前去 去發問的人 然後那天導師就 就請天地給了法流 所以身上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幾乎都清乾淨了 那現在就是陸續 陸續還是在清 可是身體已經非常非常健康了 然後我的能量廠 其實我昨天才在跟美助姐講 怎麼辦 那我都覺得我如果一天沒有連續做三次心房 我都覺得我的能量廠不夠 就不夠暖和 就是那個熱度不夠 然後所以呢 我昨天出去發書的時候 就覺得沒有把三次做完 就覺得哇 那個能量廠就不一樣 然後這個三次做完就是 所以我今天為了要七點鐘去發書 所以我早上三點鐘就起來做心法 然後就把三次的心法做完 做好之後 你要掌聲鼓勵一下 來 來 來 感恩老師 那所以心法做好之後 才發現 欸 外面在下雨 好 那沒關係 那就繼續做其他的工作 功課 那因為每天都非常非常開心 很乏喜就對了 然後 就很多人會看到 看到我就覺得在發書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人會這麼 這麼開心在發書 這樣子 然後好像了無牽掛的那種感覺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導師 剛剛有提到Amy Amy有一次在請教導師說 導師很多的原來的道場都會講 各個教派都會講說 那個了脫生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導師就說 其實了脫生死不是那麼重要 是自主生死 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想我們再來抄馬 我們可以自主生死 就覺得說 哇 好開心喔 我 我生我沒有辦法自己 那個 已經父母已經幫我生下來了 可是死亡這條路 地址歸 蔡里旭老師有講 我們從書生下來的那一刻 那一秒開始 我們就是一直在往同一條路再走 哪一條路 對 死亡的路再走 那如何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死亡的到來之前 我們可以做很多利益眾生的事情 那就是由我們自己去 怎麼樣去發怨 像剛剛陳色大哥有講 如何去發怨 那中正大哥也有講過說 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欠那麼多 好啊 那我就發一個大怨 非常大的怨 然後我就這一生呢 這一次 我就一次把它還完 好不好 好 對不對 對 然後剛剛我們念到的內容裡面 也有講 如果我們多了 多出來德資糧 沒有用掉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會放到我們的功德庫裡面 是不是更棒 一點都不會浪費 所以呢 又不用讓負能量的那些 那些那個 要跑報的那些 那些數量呢 一直資深利息 因為這一次沒還完 還繼續資深利息 一行利息是不是20% 對不對 信用卡利息是不是20% 是最高的 你看這個負能量的這個利息 估計呢 這樣子累生累世 深深事實下來 還不止20%的利息 所以呢 那個利滾利的情況之下 是很嚴重的 所以呢 就一次把它給還完 所以中正大哥講的這個 一次把它還完 他說 如果他欠人家300萬 他就好 我就1000萬先還你 一次把它還完 那可是呢 在現金的社會上 他可能把1000萬就收走了 那我可能不會勝任一毛錢 可是我們所做的功德呢 還了300萬之後 還有700萬 就放到我們的功德庫 慢慢用 是不是更棒 是 所以呢 我讓那個中正大哥這區 給共證到了 震動到了 所以 我也 也在 也發了大願 因為我的負能量 負能量希望我 能夠多發一些DM 把功德回向給他們 那一開始我是發願1萬張 1萬張DM 欸 沒有同意 再來就是3萬張 我就加了3萬張 也沒有同意 現在 負能量要有是5萬張 所以我會很努力的發DM跟發書 那如果 家人們覺得說 希望說 發書的時候 有人一起共證 那就請大家 就在 因為我幾乎每天 我都會PO我們那個 發書的地點跟時間 那如果大家時間上都可以 配合的話 就盡量一起 在那個時間內 你找來 找走 往來 玩走 都可以 然後只要是 其實是要那個 共證的能量 就會讓你 那一當天 共證之後呢 就非常的開心 然後非常嗨 非常發喜 好 以上是我的分享 感恩導師 謝謝 好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真的覺得 你相信有因果的 我們來共證一下 那你要這麼清楚喔 因為沒有 中間有理喔 你一定要那麼清楚 認定 你才會好好的 在這個系統 運用這個系統 那剛剛慧如說的 我們要在這個系統呢 把這個 這一生的因果 做一個圓滿 對不對 可是喔 在其他系統 有沒有辦法 不知道喔 不知道喔 因為我們是天地直接認證的系統 所以現在天地大放送 因為我們現在天地要收緣 所以說我們才到這個時機 各位我們今天做到這邊喔 真的是無比的殊勝了 除了我們個人提升 靈命提升之外 我們的九旋七組也跟著提升了 我們的靈緣系統 整個跟著提升了 今天我大姐回苗栗喔 我就請她幫忙 把三本書 就是畫成 你們知道的 對 就趕快做這個動作 你們也要趕快做 請我們的所有的祖先 一起跟我們呢 天就是人鬼神 一起來普傳這個操碼 一起來做這個功德 所以她做完之後 一丟下去就 聖杯 這個有時候就是很玄嘛 對不對喔 那所以說不管怎麼樣 寧可信其有 因為天律她是一定的 不管我們相不相信 她都是這樣在運作 尤其現在就是因果的時期 因果最大 所以說 如果說我們在我們的人生當中呢 如果你是一帆風順 恭喜你 如果你是不順 更恭喜你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養分 那我們今天有這個緣分 來到超級生命密碼 我們一定不要錯過這個系統 好好的在這邊學習 好好的在這邊努力 跟著導師 那每個禮拜的精英會一定要到 每個禮拜的共修課一定要到 一定要聽一手的資料 因為假設我今天剛進來 我很想要問 我問了ABCDE問了五個人 五個答案都不一樣 你們要聽誰的 不要再問了 你就是跟著導師走 然後再因朗你找答案 我的都不一定我敢跟你說對 當然我覺得我對的才告訴你 但是以老師的為主 大家一定要認真的在家聽音答 然後以提升自己的靈命 為這一生最重要的事 那你的靈命提升了 當然我們的紅塵季自然而然 就不求自得 這個就是小菜一點 導師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因為美豬在這邊印證了兩年多 我發現不管是哪一句話 看過來再看過去 第一次看 第十次看 第100次看 都是真的 所以今天在這邊 跟各位最後分享的就是 請大家新門打開 不要再走冤枉路了 美豬當時走了很多 疑的冤枉路 希望各位這樣子 我們大家一起成長 然後呢各位有看到這張新的嗎 為什麼要有這些活動 很簡單 就是讓我們還願了願 讓我們能夠有更多的還願的機會 然後可以有更多的儲存功德的機會 所以說真的非常感恩導師 像所有的那個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 都是導師出錢的 以前我也很愚痴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會亂想有沒有 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那個 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啊 很簡單就是把這個舞台做出來 讓我們所有的超馬家人 趕快在這個時機呢 自己呢好好的把自己 就像我們要在人世間 我們要花錢一樣 對不對 要趕快賺錢啊 那我們的功德呢 是天上地下 甚至我們的子子孫孫都用得到的 所以要不要加油 我們大家真的一起努力來加油 我們大家能努力 讓我們所有的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呢 滿滿都讓它爆場 然後導師我們迎接導師呢 六月份回來 那今天非常感恩大家 我今天掌控的時間不OK 超過了一點時間很抱歉 那我們最後呢唱感恩詩句季 我們結束今天新春的第一場 然後呢大家都搶到頭香了齁 你們今年呢 你們一定會一直發發發 發到年底然後生生世世 就是祝福大家 那我們最後來唱感恩詩句季 結束今天的經營會 感恩大家的參與 真的非常的愛大家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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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